部長林佑昌酸您說槍擊案發生的當下您在國外沒有選擇立刻回來 治安任務問題其實我們要從沿途家的斷結 犯罪預防遠比犯罪偵查還重要 所以治安絕對不可能一日就可以達成 我們必須要上下同心其力 而且面對所有的治安現在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重耕逃除好好的壓制所有的犯罪 更重要的把預防這個部分做得更厚色 所以犯罪的問題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